张华县花坛乡处于八卦山脉物产丰富 农产品质优良 目前正盛产柑橘的季节 14日花坛乡长李成记 县艺员黄玉宽等多位地方士绅 共同到农友于东升的观光果园 品尝现彩的茂谷干 行销箱内多样农特产 最近农季出山的水果 最近我们的母国甘在开放 在开始采收 我想这个母国甘是过年 商内最好的选择 我想很好吃 农季非常好吃 而且外观非常漂亮 非常喜气 我们农季的水果 最近农季的水果有樱头 还有小番茄 还有草莓 我想这几行 还有我们农季的 除了海蜜甘 还有汤甘 这都是我们好朋友 送来最好的选择 母国都是家外中顺 家外中顺 自己的中顺 这些材料 母国的形状就是 农季的 金融色的 皮筋补 接很多 他们的中顺 农季有十二度至十五度 真受人客的欢迎 農產品非常好 非常多 包括现在的母国甘 水牛 而且我们的鸟头 我们的玉米 中顺的農產品非常好 尤其是我们飞团的地质和我们的地质 非常优良 而且我们香港所与我们农域 尤其是香港所与我们的城市 特别大力来提供我们的飞团 农民 所産生 所産農出来的农産品 我们这个水果 可以来做我们年纪 过年到最好的伴手礼 农友于东升表示 目前盛产的冬季水果 茂骨干 属扁形薄皮甜美多汁 相当受到民众喜爱 欢迎民众可惜家带卷 来登山践行兼采果 公益频道张华允花坛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